这个ID真不错啊 大帅赐予我力量 把我捧的很高 我就非常的心满意足 89%胜率的一个顶尖女巫 来 看一看 我们这边 胜负情况呢 大家不要着急 让我来细细的分析一波 哎呦 行李先知 勘探家大富 好阵容 为什么好呢 想到是吧 女巫在比赛当中搬什么 搬先知 搬调酒 搬心理 这一局有俩 有俩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女巫低波击倒节奏 就不会快 还好这边上来找到先知 找到先知的话 这边先知鸟还没回来 这刀打上的话就挺香的 这刀打上的后面狗一放 这边是硬吃一个信徒 想转点吗 因为这边狗咬住以后 先知鸟的一个作用不是特别大 这边的话应该是你拉一个自动跟随 怡情 但是我这边有狗 鸟回来 这只鸟 作用不是特别大 它可以等 卡一手吧 你鸟给上我就等你吧 直接打吧 直接打 直接打好像有点亏 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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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打在鸟上面这边狗是不掉的 还好 这边没进交互点 那应该是女巫有一个足够的判断 我这个判断就不够足 就我觉得这刀打了 万一这边先知进交互点 板那么一拍 这先知就可能溜起来 直接放狗 他这边是知道大副的一个位置 直接放狗出去来 咬大副 看见足迹了 能咬到吗 咬到了 咬到的话这边拿外之位的信徒来打 这边外面这个信徒拉的有点远 卡着打一刀 有薄命 还是追先知 还是追先知 这边的话先知 飞轮 那这里 吃一刀倒地在薄命范围之内 然后这边给大副补上信徒 这个女巫真的蛮强的 我没记错上一次我们观战的时候 他也是一个全场压制式的一个死刷吧 疑情给到大副 这大副都不一定吃得了这个疑情啊 这边还要过来追一波 他就想把这大副给了了 看见过来打不架 但是这个点位离椅子比较近 哎 哎哟 这还吃了一刀 看见这边倒 这压得舒服啊 大副这边信徒还没消掉呢 这两个人倒上了半血 过去的话这边给大副再补个信徒 先守先知啊 先把先知守飞 先把先知守飞 打一刀心理学家 两个人 全来救 大副先给我倒 那挂大副也行 说实话 再追 哎哟我去 这 这就短短几秒 这边切闪 哎不用切 感觉可以切 一刀没打住 切闪了 三二一 一定闪 这边一定闪 这个点位的节奏是不能断的 这个点位的节奏是不能断的 他一定要交闪 这边的话是心理学家在自己的应激用完之前强行移情给先知 保先知一个满血 因为先知是上挂飞 然后这样的话自己被摸起来以后相当于也是个满血 选择倒是很不错 只不过呢 这个 这个局的劣势太大了 这个局的劣势太大了 没得打了 就已经 球人者已经被 全部给打空了 他们没有道具 没有状态 没有机子 什么都没有 三五 这节奏压得是真的舒服 这边的话闪现一刀 翻不了 翻不了 随便打 这个局是随便打的一个局 他的节奏中间那波连得太快了 心理学家在一起 给到先知 这把先知说实话 也是受到了帝王级别的待遇 飞轮 但进不了交互 一刀有 这边的话要救人 切 两个人都上挂飞 随便 但这边挂飞大副的话会消掉一个信徒 这边的话赶紧给先知补上 这个女巫 她这一局的一个操作的话 你把ID一只 跟我说是 这些职业选手的女巫 我是信的 我是信的 这边先知吸出了一只鸟 但是她似乎已经知道了 因为先知这个操作 她的走位 看得出来 先知 就明显是有东西的 明显是有东西的 兄弟这边 虽然说状态慢慢补起来了 你看外面的密码机 看外面的密码机 先知又是个上挂飞 女巫这边不贪一点的 就死抓这个先知 死抓这个先知 挂飞就可以了 挂飞就可以了 这里是本体 用寄生 用原生信徒 压住这边的这个窗点 然后逼你嘛 这刀抽 勘探员过来打架 怎么的 要靠勘探员 和先知两个人配合 外面心理学 修掉最后三台机 难度略高 但求者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 那种局的话 我相信啊 刚才打到 我都不记得几个人倒地了 就那波 中间是心理 那个大副全来救人那波 勘探员先知上挂 其实那个局 这个 那波节奏的话 我相信很多观众啊 可能 就打到那个局面 都已经放弃了 都已经放弃了 但是这些高分段的求者 看到他们的任性没有 就我经常给大家讲到 为什么人家能够上到这个分段 思考一下 抛开操作意识 有的时候 对吧 任性 也是很重要的 任性也是很重要 这边他又没有那个磁铁的信徒 去挂就好了 这边的话 来 有闪现 321 不屈不挠的意志 很重要 可以了吗 打到这个局部可以了吗 告诉我 我要投降了